哈利路亚 各位晚上好 我们再次非常地欢迎各位亲朋好友以及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很感谢有赞美的小师班来提醒我们 神是有如何地爱我们 以及在世上没有任何能够满足我们的事物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 我们非常感谢赞美神我们在灵恩布道会的第一个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 我们很感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还有拜访的人能够在此一起聚会 我们诚挚地感谢以及祈祷今天晚上会为您带来祝福 现在奉主耶稣圣明我要在此正道正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谈论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有的历史学家们都认同耶稣真的是在两千年前存在生活于以色列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仅仅视耶稣为一个人而已 也不仅仅是一个能行大神迹的先知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真神 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也配得我们的顺服 我们可以完全地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 我们希望从今天晚上 我们的朋友最终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结论 就是您可以相信他 并且将您的生命交托给他 最终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成为你踏往不同方向的第一步 根据约翰福音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曾经有好几次介绍他自己 在接下来 在尔湾教会的布道会当中 我们要来介绍其中的一项 因为这是他很深刻地介绍自己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来看他的自我介绍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John chapter 14 Let's read verse 6 John chapter 14 verse 6 Jesu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Please read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今天晚上我们要专注着是这一句话的第一句 也就是耶稣就是道路 这一整个经节都是很著名的一个经节 那有时候在教会外 也是有把这一句话做成很大的字幕 那甚至于在这个国家的某一个地方呢 也会把这一句话放到布告栏上 所以我们要来好好地探讨 这一句看似很简单 却是有深奥道理的一个经节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 为何要讲这一句话的背景 主耶稣在世上花了三年来传讲神的国的福音 那我们刚刚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知道他在世间的日子已经进入尾声了 他知道在接下来的晚上他会被背叛 他会被拘捕 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换句话说 他也知道他即将要离开这些年来 仅仅跟随他的十二位门徒们 所以耶稣也知道他的门徒当时无法跟着他 去他要去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 在这里主耶稣知道他快要离开他们了 那这些使徒也无法跟他要去的地方 他们当时也不确定主耶稣所说的 他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所以在第三十六节 主耶稣其中的一位门徒叫做彼得 他问耶稣这个问题 第三十六节他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主耶稣在这最后跟他们相处的时刻 给了他们一些勉励 他知道他们的心里会忧愁 所以在第十四章第一节 所以在第十四章第一节 在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第二节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第三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第四节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 他其实是要去天国 也就是我父的家 在那里有许多住处 主耶稣告诉他们 他去了 就是为门徒们预备地方去 他要再来接我们 但是另外一位使徒呢 他还是不大了解 主耶稣所说的话 第五节 这位使徒他叫多玛 他就问耶稣说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讲了这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 主耶稣其实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他就是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到底是通往哪里去呢 其实多玛问的问题是很合理的 因为一条路其实是要连接两个地点 多玛既然不知道主耶稣要往哪里去 那当然他也不知道那条路指的是什么 但是主耶稣在第六节这里解释得更清楚 他要往哪里去 这一条路的目的地 就是父 或者是在第二节这里说的 我父的家里 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两位父亲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生我们的父亲 从圣经上我们也知道 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对父亲的定义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在生理上我们有父亲把我们生下来 但是属灵上我们灵魂的源头 我们真的生命就是从天父而来 所以当主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指的是天父 当他说我父的家 他指的是天国 他指的是我们的神居住的灵界 这就是我们的父居住的地方 主耶稣他宣告说 他就是那道路可以通往天国 我们或许会想第一点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分离呢 为什么他的使徒们 也与天父分离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罪 罪使我们与天上的父真神隔离 罪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罪呢 我们可以把书签放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经节 请看到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三章 第四节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它说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在这边 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 当你犯法了 你就是犯罪 在这边的律法指的并不是国家的法律 而是指着神的律法 神是存在的 他有绝对的道德的律法 当我们没有到达那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是犯罪 在圣经上另外一个经节有讲到 凡不义的就是罪 任何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不对的就是罪 这也是为何我们是跟这个地方是隔绝的 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与神很遥远 因为身为人我们都有罪性 都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 亚当是神所创第一个人 神将他放在伊甸园里 也帮他造了一位妻子 他只有给他们一个律法 也就是不要吃特别的这一棵树上的果子 但是不幸的 有一天亚当和夏娃还是摘了这个果子吃 神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但是他们却无法做到 因此他们是犯罪的 因此罪就入了世界 所以我们是生到世上来 我们都带着原罪 所以神是有设立一个标准 我们要遵循的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设中这个准确的目标 因此我们就变成有罪的 变成不义的 这些都是神的标准 不是人的标准 因为我们身为人 可能都觉得自己很好 是好人 或许从人的眼光来看 我们也是不错的 好人 我们试着要对人好 试着要尊重人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 神的标准的话 我们都是不合格的 我们都有说谎过 都有恨人过 或者是有贪恋别人的财物 所以这些都不符合神绝对的标准 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 祂看到的是有罪的人 圣经上也说 人不圣洁就无法见到神 圣经上也说 那些犯罪的人 就会招致神的愤怒 纵观刚刚说的原因 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与天父 是有距离隔绝的 因为我们不是圣洁 并且在我们跟神之间 是有距离 是有神的愤怒 因此我们若不解决 罪的问题 罪的公价最后就是灭亡 我们就会永远地 与天父隔绝 但是感谢神 祂并没有弃绝我们 也就是为什么 神在祂的荣耀的心智里面 看到了我们的需要 祂看到我们是迷失的 是没有方向的 因此祂来到世间 祂道成肉身 这就是我们现在 在谈论的主耶稣基督 祂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我们 开一条道路 能够回到天父身边 我们来谈一谈 祂是如何的 为了我们铺了这条路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Let's also jump now to verse 14 再来看第十四节 verse 14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And we beheld his glory the glory as of the on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Please read 第十四节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Finally let's read verse 18 十八节 verse 18 No one has seen God at any time The only begotten son who is 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s declared him 第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So here it's talking about what God did for us 这边说道 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Here it say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第一节说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So this word it basically is involving the truth it's involving a plan 所以这个道呢 指的是真理 还有计划 And then verse 14 said this word became flesh 第十四节 这里说道 道成了肉身 So God became flesh 也就是神 成了肉身 So even though man was very far away from God 即使人 离神 非常的遥远 When Jesus was on this earth then people actually could behold God in the flesh 当耶稣 来到世上 人其实是 可以看到神 道成了肉身 So in verse 18 it tells us that Jesus when he was here on this earth he declared God himself to us 第十八节 这边说道 当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他将神 表明出来 Now he didn't come here just to look around only 他并不是 只来世上 看看 Or to let u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od only 或者只是 让人 比较能够 理解神 But actually in the end he offered hemself as a perfect sacrifice 最终 他献上了 自己 成为最完美的 祭 Let's turn to Romans chapter 3 我们请翻到 罗马书 第三章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4 Romans chapter 3 第24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4 Romans chapter 3 Romans chapter 4 Romans chapter 4 Maybe we can start with verse 23 我们从 第23节看起 Vers 23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24 Romans chapter 4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25 Romans chapter 5 Romans chapter 5 to demonstrate hi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n his forbearance God had passed over the sin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mmitted verse 26 26 to demonstrate at the present time his righteousness that he might b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of the one who has faith in him here it's basically telling us what Jesus Christ did 在这边 告诉了我们 耶稣 在世上 所做的 Jesus Christ became in English it says a propitiation 在英文当中 这边说到 耶稣 他做了 晚回祭 a propitiation is basically a type of sacrifice 晚回祭 是一种 献祭 is a type of sacrifice to atone for sins 是一种 献祭 能够用以赎罪 because the wages of sin is supposed to be death 因为罪的 公价 就是死 so Jesus in a way paid the price of sin for us 所以耶稣 他为了我们 付了这个价钱 so that when God sees us who believe in Jesus 所以当神 看到我们 相信耶稣 he sees the that Jesus has satisfied the justice that he requires 他看到耶稣 完成了这个 公义 because he died for us 因为他 为我们受死 and then he also sees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他也看到 主耶稣 他的公义 so that we can become justified and without sin before him 因此我们 能够称义 在神面前 无罪称义 and this happens when we believe in Jesus and especially when we are baptized 这个在我们 相信耶稣 甚至 也是在我们 洗礼的时候 发生 因为在洗礼的时候 耶稣的血 借着圣灵的名证 在此发生 耶稣的血 就能够洗净 完全我们 所有的罪 so that the sin that initially separated us from God is now removed 那原本 使我们与神 分离的这个罪 就被移除了 so this is how Jesus paved the way that's why he said he is the way to the Father 这就是耶稣 如何为我们 铺路 这也是为何 他说 他就是那 通往神的道路 he died for us so that we can have access to the Father again 他为我们受死 所以我们可以 再次的 请敬神 let's turn to another verse in Hebrews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经节 在希伯来书 Hebrews chapter 10 希伯来书 第十章 and let's read verses 19 and 20 十九到二十节 Hebrews chapter 10 verses 19 and 20 希伯来书 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 Therefore, brethren having boldness to enter the holiest by the blood of Jesus 二十节 by a new and living way which he consecrated for us through the veil that is his flesh Please read 希伯来书 十章 第十九节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二十节 是借着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 就是他的身体 Here the author is using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imagery to essentially say the same thing as we are talking about 在这里 这个作者 他是用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形象 来阐明我们所说的 同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还是在解释 为何耶稣是道路 他在这边用的形象 是犹太的会堂 在这个会堂里面 有一部分叫做 至圣所 在那个犹太的时代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人 就是大祭司 每年才能 进入一次 至圣所 也需要牺牺牲很多的牲畜 也需要牺牲很多的牲畜 也是在至圣所 是神降临 与人同在的地方 这个至圣所 就是我们的目标 的一种比喻 就想想 是天国 是我们天父 所在的地方 我们一开始 是在这至圣所的外面 是在外院 在犹太人来讲 他们都不能进入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 一年才能进去一次 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可以进去的 所以这就是来比喻 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 他为了我们受死 这个帽子 原本将我们与神隔离的 这个帽子 就裂掉了 所以每一个相信 耶稣的人 就有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 可以进入那至圣所 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 主耶稣以他的生命 以他的宝血 为了我们铺了这一条路 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 满足了 达到了罪的要求 神才能视我们为无罪的人 我们最后一件要强调的事就是 当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的时候 指的是唯一的道路 他并没有说他是那一条路 可以到父那里去 他说他就是这条路 唯一的路 所以这是我们的朋友 要很认真地想到清楚的一件事 耶稣告诉我们 必须要经过他 他就是那一条道路 除他以外 别无任何的道路 可到天父那里 比如说 或许以前你有别的宗教信仰 或许您相信别的神旨 相信您的祖先 您是无法借由这些神旨 来到父那里去的 事实上 拜偶像 或者是拜这些假神 只会招致神的嫉妒 我们想象一下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有孩子了 你是你孩子的真正的父母亲 你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教养他们 使他们成长健康 想象一下有一天 他们指着陌生人说 这个是我的父亲 这个是我的母亲 当然您听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受伤 想说为什么我的孩子 会指着别人说是他的父母亲呢 所以这也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神的内心 当我们在敬拜神 敬拜假神的时候 他的心里受的伤害 其他的神没有办法 带我们到天国 我们也无法 借着自己的好行为 而进入天国 有些人觉得说 我只要做个好人 神就会让我进入天国 但是在以赛亚书 圣经当中的一卷书 这边说到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当神从天上观看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就像我们刚刚所读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耶稣说 他就是道路 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他的门徒也传扬 一样的福音 这样子的教导呢 可能在美国的社会 比较难以接受 因为在美国 还有特别是大都市里面 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就是宗教要多元化 也就是说 所有的宗教 都可以带人到神那里去 没有哪一个宗教信仰是比另外一个要更真实或者是更好的 他们觉得所有的宗教所教导的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现代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有的共识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位室友 他是回教徒 他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 我们就在厨房里聊天 我们就开始讨论宗教的事情 我记得他说 你知道这都是一样的吧 所以这是大部分的人所有的观念 其实如果你仔细地来检视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是很空泛的 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因为都有自相矛盾 所以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比如说在印度教 他们相信说神有各种不同的形象 在佛教来讲 他们相信没有神 而是自己会成为神 在新世纪的信仰当中 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神 回教徒相信一位神 但是这位神是无法触摸到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相信有一位慈爱的神 他道成肉身 希望能够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都有矛盾的地方 那怎么可能每一个宗教都是正确的呢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耶稣就是那道路 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的朋友 来了解这个真理 有些人或许会想说 这是很自大很狂妄的事情 为什么耶稣说他就是那道路呢 为什么他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除了我借着我之外 第一个我们看圣经的描述 主耶稣他其实是非常谦卑的 他以仆人的样式来到世间 他来到是为了要服侍人 而不是受人的服侍 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其实连一个阵头的地方都没有 要不然我们说 有一个人真的很自大狂妄吧 一个人的品德跟这一个人 他所拥有的能力 这个事实也是两件事 要把这两件事来分开 最终为什么耶稣可以做这样子的宣誓呢 因为他就是神本身 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讲 如果他只是仅仅的一个人的话 这样子的宣誓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他还有为自己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介绍 有一次他说到 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解释到 人必须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才能够得到永生 他也说 我就是世上的光 跟随我的就不再黑暗你走 而有生命的光 所以就想象如果今天有一个你认识的人 说了这些话 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人可能是心智不大正常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福音书的时候 耶稣他知道他是谁 他并不是疯狂的 他可以做这些宣誓 这些宣告 因为他就是神本身 在约翰福音当中也记载了 主耶稣当时所行的七项神迹 所有的神迹都显示了他的神性 他将水变成酒 意思就是 他可以改变这物质的世界 有一次有个患病的人来到他面前 他就在这个人面前说了一句话 那这个人生病的孩子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他如何超越了时空 他接下来还医治了一个 病了三十八年的人 也让我们显示了 显示了我们 他可以超越时间 最终他自己也复活了 这也是最主要 基督教能够存在 能够开始的原因 所以这些都指向 都证明耶稣就是神本身 因此他才得以说 我就是道路 所以今天很感谢神 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 来解释主耶稣 为什么说他就是道路 希望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朋友的脚步 能够了解到耶稣就是真神 他非常的爱我们 因此他来到世间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开启了那唯一可以 到达他那里的道路 不论我们生命中 处在哪个境地 我们都要回来这条道路上 能够与主同行 直到天家 正道到此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 请唱诗第192首 赞美诗第192首 赞美诗第192首 赞美诗第19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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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诗第196 赞美诗第193首 这也是能够了解耶稣就是真神的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说 他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 在同样的一章当中主耶稣应许他在离开门徒之后 他会四下圣灵给他们 在耶稣升天后不久 圣灵就真的降临在使徒身上 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是非常有能力的 我们请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请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 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在这边讲到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降临在使徒身上 这边我们看到了很多属灵上还有物质上可以看到的 第一个看到了一阵大风吹过 还有一个大响声 并且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 舌头如火焰还有这个大风其实就是象征的他们说灵言 他们的舌头像火焰一样跳动 所以他们开始说这属天的语言 开始说灵言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 所以这也是彼得当时向这些群众做的见证 我们请看到第二章第32节 我们请看到第二章第32节 我们看到耶稣在天上 他将圣灵降下在门徒身上 他不像一个人一样死去了就消失了 他复活而且现在在天上 他仍然今日可以赐给我们那应许的圣灵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方法 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何耶稣就是真神 这也是为何他可以宣告说 他就是那道路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马上要开始来求圣灵 我们大部分的信徒都已经领受到圣灵 就像圣经所描述的 他们开始说灵言 我们还为领受到圣灵的人 我们鼓励你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神要我们来祈求圣灵 今晚您若领受到圣灵 您就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 请一起上前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跪下来表示我们的谦卑 我们闭上眼睛 将双手合十来帮助我们专心 我们第一句话一起说 奉主耶稣圣灵祷告 如果您要祈求圣灵的话 就在心里祈求圣灵 但是您的口可以赞美神 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如果是神的旨意 祂愿意今晚赐给您圣灵 你就会真的体验到 神真的存在 耶稣就是真神 在纽约有一位姐妹 她在1988年来到美国 她的宗教背景是中国的佛教 所以她有各式各样迷信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他们在每个月的 初一跟十五无法洗头 她来到美国之后 她还是继续地去寺庙祭拜 她的工作是一位居家照护 有一天她照顾的病人 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 长话短说 这位姐妹就邀请这个人 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 最终她也领受到了圣灵 她就理解到耶稣是真神 她就抛弃了她所有迷信的一些 所有的宗教行为 她最终相信了主耶稣 并且受洗 现在是我们教会一位 很忠心的信徒 这也可以成为您的故事 这就是能够了解到 耶稣是道路的方法 一起敬前来 一起来体验圣灵 So let's now come up and pray together anybody would like to receive 感谢观看